连上终端以后呢 我们后续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这个终端中进行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终端来进行对你的命令了 这个是终端工具 那么如果说你装了其他终端工具 也是一样的用 那么这个操作呢 只是SSH它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远程连接这么一个作用 那除了这个作用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作用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待会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协议啊 来进行文件的传输 SSH服务啊 它的一个文件传输啊 文件传输 文件传输呢 给大家介绍个工具啊 这个叫可视化的一个界面传输工具 这个工具咱以后到第二阶段也要用 叫做F-I-L-E-Z-I-L-E 叫F-I-E-L-E-L-E-Z-I-L-E-L it's right 发自 shots 发自焦呢 也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文件里面 在文件传输工具里面的这个 就这个啊 F-I-L-E-Z 开头的这个 就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的话 它是一个安装包啊 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可以去安装 运行的时候可以去安装 安装的时候 这个界面的话 是英文界面 其实就那几步 点点就行了 那比如说我点这个agree 这是许可协议嘛 你要想继续安装 你只能是同意嘛 所以这个的话 看一下怎么装就行了 agree 然后后面呢 因为我这块的话 它已经是装过了 已经装过了 已经说嘛 already installed 已经安装了 那如果说已经安装了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add remove 或者说reinstall 重新安装 这个组件 那下面这个呢 表示卸载 那么点这个按 当然如果你没装的话 那提示不是这样的 点下一步 然后呢 这个软件你装好之后 谁可以用 all user 所有用户都可以装 all net for me 自己可以用 我们nino字不也是 多个用户吗 但它不是多用户 不是多用户 同时登录 可以分开登录 然后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 这地方呢 是需要装的一些东西 icon set 图标级 nanguage 语言文件 shell extension 和扩展 desktop icon 桌面的图标 然后点下一步 点安装就行了 我这边已经装了 我就不去重新装了 装的步骤比较简单 装好之后呢 桌面上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图标 就是这个图标 就是这个图标 我这地方在这啊 装好之后 你的桌面上会看到这个 安装好之后啊 可以查看到桌面的一个图标 就是这个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它了啊 打开它了 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么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的话 就是可视化界面了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怎么去用它 来传输文件 传到我们inux里面去 直接拖 不着急拖啊 咱还没连接服务器呢 你往哪拖呀 先你连服务器 那么连服务器呢 它提供两种方式给我们连 一种呢 这地方直接输 但是这种方式 仅限于你只想连一次 以后你不连了 你可以这么连 因为它不会记录你任何信息 如果说你想让它记录你的信息 那么请点文件 暂点管理器 或者Ctrl加S 点文件 暂点管理器 那这地方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啊 使用步骤 第一个步骤 选择文件 然后里面有一个暂点管理器 括号里面是个S Ctrl加S Ctrl 加上S 那么按快捷键呢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界面 Ctrl加S 就这个界面 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呢 我们会默认啊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 我这个是以前添加过的 你如果不加的话 什么都没有 没有的话 那么只有这两个按键 新建文件夹和新建站点 那么肯定是选择新建站点啊 在这个界面里面呢 我们选择新建站点 那比如说我新建个站点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去写这个名字了 这个名字呢 无所谓 只是方便你看到它以后认识它 那我就写个例子啊 VM 这个名字传媒名下 老是不让我回车 VM下的虚拟操作系统 叫什么名字 无所谓 写完之后呢 它右边是不是让我们输入一些 主机和密码的用戏啊 招手输就行了 那么主机 主机就是我们的服务器IP地址 192.168.21.128 你自己的是什么 就输什么 断口多少 22 然后协议类型 这个软件呢 它支持多个协议 它除了我们SSH 还支持FDP协议 而FDP我们现在没有讲到啊 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选第二个 叫SFDP 看后面的解释 SSH File Transfer 后面是协议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SSH 文件传输协议 选它 选它 然后登录类型 能允许匿名吗 不允许吧 我们之前说过了 是不是没有密码不能登录啊 所以选择什么 正常 选择正常 用户名 你用ROOT也行 用你其他创建的用户也行 都可以啊 然后后面是密码 密码就是你的对应账号的一个密码 输完之后 其他的可以不用设置了 其他的可以不用设置了啊 行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相关操作 哎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为了影响到咱们啊 行 这样的话咱就不影响了 哎 我们操作的步骤 依次是新建站点 然后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从命名 如果需要 你就改个名字 如果不需要 它默认就是新站点 啊 但还建议大家改个名字吧 改个名字啊 名字在这儿 改完之后呢 需要我们填的信息 这地方三个 然后这地方三个 这个背景色无所谓啊 背景色无所谓 背景色只是 当你这边站点多的时候呢 它给你有一个不同的背景色 让你容易区分 如果不介意颜色 不介意区分的话 那这个颜色选不选无所谓了 啊 选好之后呢 然后连接 如果你想立即连的话 你就点连接 如果不想立即连 点确定 用哪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啊 两个按钮 你随便点一个就行了 啊 都是ok的 如果想要立即连接 点连接 想要立即连接啊 选择连接 哎 否则确定就行了 否则确定几个 行 点确定啊 我就先不连了 点确定 点确定之后 点确定之后呢 我们这个站点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啊 我们点一下他 点一下他之后 你点哪一个 他说你点哪一个啊 点他之后 列出来了吧 右边这边是我们的远程站点 就是我们服务器 这边呢是我们本地的磁盘 让我们去选择文件 选择哪些 你又上传的文件 啊 那么这个目录在哪目录啊 入口用户的加目录 因为当前我们登录的是入口用户 所以他默认会去入口用户的加目录啊 会去加目录里面去找 那我们可以通过点点 点点表示上一集嘛 是吧 之前讲过啊 点点杠和点杠嘛 啊 点点表上一集 那么现在还能上一集吗 不能了 到顶了啊 到顶了 行 那么目录就在那里面了 啊 入口用户的加目录 和我们之前 NNX的目录结构一样吧 哎 常见的一些东西啊 这时候呢 他你看 点 点 哎 隐藏的给你列出来了啊 行啊 那么看到这个效果的话 说明你的这个远程传输工具呢 就已经连上去了 连上之后 那么后面呢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怎么样去传输文件 怎么样去传输文件了 啊 这边呢 是我们的远程啊 是远程的 这边是我们本地的 连接好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连接好之后的效果啊 效果就是 这么样的情况 左边呢 是本地 右侧呢 是远程 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这个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 就是从本地 从我们本地的 Windows上传文件 到哪呢 到这个 Ninux中 它的一个方式 方式的话 有很多种 第一个方式 最简单的 就是说 假设我想把这个文件 传到我的Ninux里面去 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 先确定一下 你想把这个文件 传打一下 比如说我放到 root里面的 下载里面去 我放到这个目录 你先得确定一下 你存放的目录 然后怎么办 然后 拽过去就行了 简单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LS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 LS 然后 它这里面有下载是吧 第二杠 看字 下载 走 有没有 有了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文件 是不是上起来 所以以后 你需要什么文件 在系统里面 我们只需要通过 文件传送工具 将这个文件 给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那假设说 我要传 传这个文件 那怎么办呢 除了一种 刚才这种拽的方式 还有种就是说 你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办 粘贴一下 是不是这个路径 然后你选中 你要上传的文件 右键 上传 也可以 那还有一种就是 直接拖也行 在这边拖也行 好几种方式 任选一个 你觉得哪个舒服 哪个简单 你用哪一个 这种操作方式 比较简单一点 都行 上传文件呢 支持 支持 直接 拖拖 拖拖文件 也可以 右键 本地 需要 上传的文件 然后 点选 上传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么刚才说上传的话 它支持拖拽和右键上传 那下载呢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那比如说 我想下载它 第一种 直接给它拽过来 可以了吧 第二种就是说 你确定这个目录之后 然后右键 下载 也是可以的 下载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从反面开始去拖拽和下载 下载的话 我们在这个支持服务器文件 直接拖拽到本地 也可以呢 在右侧窗口 选择需要下载的文件 右键 右键 然后呢 点选下载 点选下载 然后就可以下载到本地了啊 两种拖拖方式 大家可以现在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文件 传到你的Linux里面去 和下载到我们本地的Windows